哈喽各位小仙女 UP主今天要给大家录的是一期 烟仙庵 烟仙庵 我也不知道怎么读 反正我就按我习惯来读 大家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就好了 我需要说的就是烟仙庵的一些相关的产品 和烟仙庵的一些作用 还有它的一些 就是比如说耐受不耐受的问题 我觉得大家应该蛮关注这个问题的 因为自从我推了那个 片档黄米白精华液之后 我觉得有一些人可能对这个成分 还是不是很了解吧 所以我今天就把我手头上的这一些产品 都拿出来和大家说一下 然后这边给大家做一个 比较详细的 不专业的 我个人认为的一个解说吧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其实烟仙庵它就是一种 对皮肤来说 其实是蛮友好的成分 就前提是 如果你耐受的情况下的话 它的那个功效有好几种 第一个是抗衰老 第二个是美白 第三个是保湿修护屏障 第四个是控油 第五个是改善挫穿 就是改善挫穿的话 其实它就是对痘肌 也是挺友好的嘛 然后其实它这个五个主要功效 其实对痘肌来说都是蛮友好的 总结起来的话 就是烟仙庵的成分 确实是非常的全能 几乎是涵盖了所有人需要的 那种护肤的那种成分 从看老到保湿到控油到改善挫穿 到看眼花这些巴拉巴拉的 我觉得就是一个人你就是基本上所需求的一个 它的那个功效它都在里面了 然后它就是对痘肌来讲真的是非常友好 它可以控油还可以看盐还可以修复 这些痘肌来说对痘肌来说都是非常非常友好的成分 就是一般现在我买那些护肤品的时候 我都会看一下它的成分 首先要说的就是耐瘦的问题 烟仙庵虽然没有去角质的效果 而且它其实还起到了那种修复皮肤的效果嘛 但是很多人对它就不是很耐瘦 就是可能在刚开始用的时候 像我在五月初的时候我也有跟大家说过 其实我之前是有用过烟仙庵的东西 就是那个有个乳液嘛 就是那个PM的乳液 其实我之前就用过它了 还有OLED的小白瓶 那时候用的时候我并不觉得我对烟仙庵不耐受 就是后来可能就是今年五月初的时候嘛 就是又用了中间隔了很长一段时间 没有用烟仙庵的产品嘛 然后我就用了片两花的美白精华 就是用片两花美白精华之后就 头两天的话就挤了一些小红疹子 但是过了几天之后我就完全适应了 就现在我每天用它都没有什么任何反应 这种情况的话 其实每个人的那个根据自己的扶持不同的话 你耐受不耐受的话是不一定的 就有的人可能两三天就可以建立起耐受 但有的人就是一直都建立不了耐受嘛 所以说就是这种东西的话 如果你们问我说你们就是想买这个 然后对烟仙耐不耐受 想怎么测试的话 这我没有办法告诉你们 你们只能用了含烟仙耐的产品之后 你才知道自己对它耐不耐受 然后我也没有小样 因为这个美白精华好像真的没有小样 就我朋友给我送的小样里面 什么都有小样 就是这个美白精华没有小样 所以我也不能给你们试 好 就是烟仙耐的这个功效 我就说到这里吧 因为我也不是那种专业的成分胆 然后也不是什么护肤的大大 我只能把我在买这些产品中做的一些功课 然后这里分享给你们 因为最近发现好多有关注我的那个小妹子们 都是什么十六七岁或者是高中毕业 还在上高中初中那种 我是觉得我看来以后我讲护肤病的时候 还是要认真地说一下成分和使用方法 其实我最近一直在关注护肤比较多 就彩妆那方面我就比较少看了 然后的话我发现就是挺多 就是那种护肤都开始年轻化了嘛 然后有一些大大也说 其实护肤是没有年龄限制的 只要你用得起这个产品 买得起这个产品 然后这个产品对你来说是有效的话 就算你二十岁左右 你就开始用一些很贵的看老产品 也没有什么的 因为就是护肤的话 这种看老啊 看眼花本来就是越早做起越好 所以说你们不要再问我说 哎我几岁了 适不适合开始护肤啊 其实我真的觉得 只要你用对了产品 你几岁开始护肤都可以 像眼霜也是 上一期我推荐了那个眼霜之后 就有人问我说 我现在十六岁 就是适合用什么眼霜 会不会太早 或是我现在十九岁 我用这个精华会不会太早 我觉得真的 只要你们有那个经济条件 然后这种东西是适合你的 你用的话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好现在让我们进入正题吧 要开始说产品 第一个要说的就是这个 这段时间特别火的 李奥丁伦家的这个 烟鲜胺的那个精华 然后这个精华的话 它是烟鲜胺 还有一个什么心 还有什么的 就两种 主要是两种成分 然后其实它成分里面 就蛮简单的 它就十种成分 这个牌子好像就是 一直主打着 简单粗暴的那种成分 然后就是感觉 非常非常简单 就是让你一看 就一目了然 都知道它的产品 是有什么组成的 然后适不适合你 你需不需要买的那种 就是主要的两种成分 就是烟鲜胺和那个芯 然后这两种成分 一个是美白修复 保湿控油 之前我已经说过了 还有另外一个那个芯 就是也是控油的效果 所以这个精华 对油痘肌和烟鲜胺 耐受的妹子来讲 说是特别友好的 而且它的那个 烟鲜胺的含量是10% 可能很多人会说 你这10%的浓度 会太浓了 就是有一些 烟鲜胺的成分 2% 4%的那种 用在脸上就已经 很够了 为什么这个产品这么浓 其实我觉得 它的这个护肤品的配比 其实每个牌子 它的配比 都是有它一定的道理的 如果说不耐受后的话 或者说成分过高 会对人造成一些的皮肤 如果说成分过高 会对人的皮肤 造成一些伤害的话 它肯定也不会 处出来给大家用啊 而且这卖的挺好的 就我我入了之后 我在微博上 看了一些反馈 他们都说 这个效果其实蛮好的 而且很便宜 就是百元以内 能买到这样子的 那个烟鲜胺的精华 其实是真的是 非常实惠 它是我所有的精华 里面最便宜的一款精华 然后它的保湿成分 也有五种 所以我觉得这个精华的话 其实对油豆皮来讲 是非常好的 就是它不油 然后还能起到美白 保湿控油的效果 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非常推荐的 然后我觉得 学生胆可以考虑一下 然后这个的话 淘宝价格是 绝对不会超过100的 可能就是70到80左右吧 有的店可能 还会卖得更便宜一些 就是你们可以去 自己海桃也可以 我是比较懒 我不喜欢去看那种海桃网站 然后这个的话 你们不要找外链接 因为我买的那家 已经下架了 第二个要说的 这个含有烟香的 美白产品 就是这个 OLE的美白淡斑精华 我没有用过小绿瓶 我只用过小白瓶 然后这个小白瓶 你们也不要找外链接 因为这个小白瓶 当时我闺蜜 从美国回来 都给我带的 所以我就是 你们不要找外链接 然后它的主要成分里面 它的主要成分 一共有六种 然后有三种 是保湿成分 然后三种是 那个美白去斑的成分 然后首要的 就是那个烟纤胺 这个就是 已经是鼎鼎大名的东西了吧 我觉得 就是可能 刚接触护肤的妹子 应该也都听过 就是超火 火了好长 好长一段时间 但我觉得 它在我脸上的效果 不是特别明显 就是我觉得 一般吧 我用了之后 其实这个已经空瓶了 然后我就觉得说 效果一般吧 所以我没有回购 这是去年用的 所以去年就空瓶了 然后我没有回购 因为我觉得 它对我的脸 并没有起到一种 美白提亮的效果 然后去斗印的话 也没有怎么感觉 所以这个 我是不会回购的 第三个要说的 就是这个 卡尼尔的美白精华 卡尼尔这个美白精华 也是被大大推了之后 然后火了好久的了 然后就是 它的话都说 它配那个 OLED的那个精华 小白瓶 用特别好用嘛 我是没有搭配使用 我是直接用它来擦脖子 然后就是擦手臂 就是觉得还挺好的 其实有点奢侈 但是我觉得 它这个因为比较便宜嘛 所以我觉得 擦在脖子上也不心疼 就擦脸的话 我觉得它太香了 我就 不是特别喜欢 那种非常非常香的 就擦脸的话 我不爱用那种香精 特别重的那种护肤品 我就觉得 不是很舒服 它的主要成分里面 看氧化的成分有六种 然后美白的成分有四种 可能很多人会说 看氧化到底是什么东西 就其实人和外界接触的话题 那我们就会产生一种 叫自由基的东西 自由基呢 就是我们会衰老的 重要原因之一 所以看氧化的成分 就是能有效的 抑制自由基的 氧化反应的物质 然后它的作用就是可以 它的作用就是可以消耗掉 容易生成自由基的物质 防止产生进步的反应嘛 其实我就已经进入 那种初老的状态了嘛 所以我其实这两年买的东西的话 都是有看氧化的成分呢 因为看氧化就是看衰老的 一个重要的过程 所以我觉得 就是买一些看氧化的产品 然后又能挤到美白的效果 我觉得还挺好的 所以这个卡尼尔3T7美白精华 我还是挺推荐的 然后它保湿成分也有九种 所以说这个 它虽然很便宜吧 但是它的效果还是有的 会不会回购呢 我可能会考虑一下 因为最近的话我入的精华有点多 因为最近我一直在试各种精华嘛 就想给你们做更多的测评 就是有一种神龙长白草那种精神 你们知道吗 之前我不是跟你们说过 可能手游上了三十几种精华嘛 我觉得等到我做的时候 可能会有四十种吧 我就像觉得好累啊 就觉得想到到时候 要跟你们分享这么多的精华 就分享那么的好与坏的话 我就真的觉得想想都是一个 非常非常庞大的工程 这个精华我就说到这台 我觉得学生打还是很值得入一下的 大哥说上脸的那种美白产品 就是这个片仔环的 珍珠珍白精华液 这个还要我多说吗 我已经说了多少 几乎每一支视频都会提到它吧 安利给周围几乎 斩斗的妹子 小美白的妹子 我全都安利了 就是我的朋友 我的姐姐们 他们都用了 都觉得挺好用的 我朋友已经回购了 然后我姐姐更不要说了 我自己也是不要说了 然后 这一支超好用我都不说了 她的主要成分就是叶仙安 然后 我的用法就是 我告诉你们一个真的用法 这个用法 其实我在视频里面也说过了吧 就是 你痘印比较严重的地方 你就厚涂它 厚涂它 然后就是 轻轻地按摩 然后厚涂 然后就是第二天早上起来 你就真的会觉得那一块皮肤 泛红不会那么严重 而且它确实是 最痘印的效果 在我的脸上是真的挺好的 而且对整张脸的提亮效果也很好 我最近是真的变白了 然后我就真的觉得这个太好用了 性价比太高了 就是 其实蛮想给你们做一个同购的 如果你们 就是有超过 一定数量的人找我的话 就可以去跟我朋友商量一下 问他说 可不可以折扣给大一点 就是让你们就是 方便的购入嘛 因为这个精华 其实最近真的蛮火的 然后 主要是它确实是好用 现在还的仙全凝露 这个凝露 其实我是 这个月入的嘛 然后我就觉得说 用了一下 我觉得真的很好用 它就是那种上眼的话 保湿的效果 然后它是主打的就是 保湿美白 就是可以是 淡化黑眼圈和细纹的那一种 然后这个的话 我看到它的成分 它成分里面是有烟纤胺 然后有熊果肝 然后还有一些保湿的成分 还有尿素之类的这一些 还有尿南素 这些都是看上眼 保湿美白的那一种成分 然后我觉得这个的话 可能对淡化黑眼圈 会有一定的效果吧 就虽然我之前有说过 就眼帅那一期的时候 有说过 我说黑眼圈这种东西 其实主要跟你的作息 比较相关 但我觉得 确实是黑眼圈 跟作息相关 还有可能就是天生 那一种遗传之类的 但是眼周的暗沉 这一点的话 也是值得注意的 因为我觉得 有化妆的妹子 可能都知道 或者是没化妆的妹子 就是你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 你会发现你眼周的那一块皮肤 还有就像嘴角 就是暗沉特别明显 我最近就发现 就是我已经开始暗沉了 然后我就挺害怕的 所以我现在买眼栓的话 我都会注意 它有没有那种美白的成分 因为我就是眼周 那个暗沉的话 其实整个人看起来 就是特别的散 然后特别的没有那个精神 然后气色也不好 就是真的很可怕 我就有见过一些美妆博主 其实他们的眼周暗沉 其实挺厉害的 就是那种暗沉到就是 在镜头里面明显可以看得出来 它眼周就是那种 整圈都是那种 黄黄的感觉吧 我觉得很害怕 变成那个样子 所以我最近在用一些 眼部产品的时候 我都会注意它 有没有美白的效果 确实是我最近在用的三款眼栓 智本的 片仔环的 这个鲜泉凝露 还有片仔环的 那个真仰的 那个多功能眼栓 它都是有对眼周 都是有那种美白的成分的 所以我觉得 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 因为我真的好害怕 眼周的暗沉啊 这个有一个小妹子 已经找我买两瓶了 我不知道 她可能是要和别人一起分享吧 我就觉得 这个可能真的挺好用的 不然她怎么一下子买两瓶 对吧 这个用完 我肯定是会回购的 因为这使用感受真的很好 最后两个要说 产品就是身体方面的产品 去年的时候 我并不怎么在乎 那种身体的反晒的 像去年 我几乎都是身体反晒 我就想起来就抹 想不起来的话就不抹了 然后我今年觉得说 其实身体的反晒也挺重要 因为我觉得 那个你知道 光老化是非常可怕的 还有就是人变黑 也是非常可怕的 因为一白遮白臭 首先你已经不美了 你要是还不白的话 就真的是 我可能有人会喜欢 那种健康的肤色 可是我在我的审美标准里面 我真的喜欢那种白白的女生 你就白白净净的看起来 就觉得 就让人觉得 哇 真的是很舒服嘛 所以我就最近都在 疯狂的美白身体 就买了两种美白精 就买了两种身体乳 然后都是主打美白 和那种细滑 皮肤的那种效果的 第一个要求 第一个要求就是这个 OLE的那个 预兰油的身体乳 然后它这个的话 就是里面就是 它里面就是含有 燕鲜胺啊 然后含有 就是一些 看氧化的 保湿的成分 然后这个的话 就是其实这个 挺多人推过了 可能是那个谁 网红组合 好像有推过吧 然后它里面是 除了燕鲜胺之外 还含有 维他命E跟B3 然后好像 这两个成分的话 就是 就是对皮肤的保湿 和细腻也很好的 然后我就觉得 这个重点 是它超便宜的 我这是在 一个店家 做活动的时候 买的 600毫升 然后 不到100块钱 还包油 超级便宜 超级划算和便宜的 我当时 其实我挺犹豫的 因为我之前 你们知道 我已经买了 那个Sestima的 那个美白生体乳嘛 然后我就想说 那个Sestima 400毫升 我已经可以用很久了 这个的话 我到底要不要买 然后你知道那种 女人的那种心理 就是你一看到打折 或者是限购 或者是那种 什么限量 然后最后几天 最后几天 最后一天 然后你就 哇 本来又是你想买的东西 的话你就是会 毫无犹豫的 多手去买的 这个600毫升 我觉得我应该 可以用一年 最近我已经开始 用它了 然后 我觉得它保湿的成分 还不错 美白的话 暂时还没有体会出来 因为这种身体乳的话 你肯定要产期使用 你才能看到它的效果嘛 它其实都挺好 但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缺点 就是 太香了 就是那个香味 真是太香 太香 太香了 就香到我觉得 你如果涂全身的话 可能会有点受不了 我就是一般都是用它 来擦手臂和脖子的皮肤 因为我腿的话 比较少晒太阳 而且我腿一直都在用 那个裹酸生体乳嘛 就是还蛮白的 而且那个裹酸生体乳 是有确鸡皮的成分的 所以我腿上 我没有用它 我就是用它擦手臂 就是脖子和后脖子那一块 就比较容易 被太阳晒到的地方 太香了 所以我建议大家 还是在晚上用吧 如果你百天要喷香水的话 你也不要用它了 然后最后一个要说的 就是这个 Cessama的身体乳 这个身体乳 在微博上有关注我的 应该知道 我已经用了一段时间了 它的主要成分就是 神经腥胺 传明酸和咽咸 然后适用于 就是大家都可以用的那种 好像是宝宝 也可以用的那一种 然后这个的话 你们知道就是 神经腥胺 它就是那种 修复和保湿的效果 然后传明酸这些 还有咽咽也是 就是主打 也是这种保湿的效果 然后我就觉得 这个身体乳的话 它的味道 就是也是有点香味 然后可能夏天用的话 会稍微有一点点厚重 就是跟那个 OLED那款比起来的话 它会稍微的浓一点 然后就是 你擦在身上的话 会稍微有一点 那种厚重的感觉 但其实像我这种 我皮肤 就全身的皮肤 其实没有一个地方是好的 就是腿部有那种 有那种 之前有那种 那个鸡皮嘛 然后身上的话也不是很白 就是还 不算很黑吧 当然不是很白 然后也比较干 就是冬天的话 就非常容易脱皮的那种 你们能理解那种感受吗 就是 你就是如果穿黑色的那种 秋衣秋裤 或者打底裤 你脱下来的上面 就是一层那种白血 特别恶心 哇就干扰这种地步 你知道吗 所以我就觉得 我就是夏天那种皮肤 也是需要这种身体乳的人 可能有一些人 就不爱涂身体乳 大家都觉得说 涂干脆很油腻呀 捏捏的那种感觉 特别是夏天 你又出汗的话 我真的很难受 但是我不介意 因为反正我都是睡前涂 然后睡前涂的话 夏天你又开空调 就是整个人 还是可以保持 一种那种干爽的 那种程度的嘛 我就觉得 我不介意这种使用感受 因为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我这边这一期 其实主要讲的 也是一个美白 去都硬的精华偏多 然后身体乳的话 就是虽然这一期 主要讲的是 烟香样的成分 但是其实我把近期 我用在脸上 能去都硬提亮的那一种 美白精华 也跟大家说了 你们就是 给你自行参考啊 什么的都可以 然后片子花的那一个的话 你们要的话可以找我 但你们如果觉得 信不过我的话 你们可以自己去官网买 都可以的 我就是 反正每次都这样 跟你们说 你们自己考虑吧 然后一定要理性种草 理性种草 理性种草 很多小妹子会跟我讲说 哎不用了 你推荐那个 好像效果不是很好 但绝大多数的妹子 用了之后 过来跟我反馈的话 都是说 我推荐的那些东西 效果挺好的 就是比如说 像他们会给我做 美白精华的反馈 会给我做 去多药膏的反馈 还会给我做 上水合肌啊 还有其他一些 我推荐过的产品的反馈 就我觉得 这种大家都是一种 这种良性的交流 我觉得挺好的吧 就是你们也给我种草 然后也给我说一下 你们的使用感受 就 我也会跟你们说一下 我的使用感受 和我的那个 使用的方法 我觉得这种相互的沟通 还是挺好的 但是我要说的一点就是 所以我工作平时 其实真的是 也挺忙的 但是我微博 是有设置那种提醒的嘛 所以有消息的话 我就会看一眼 如果说是 我有空回你们的话 我都会回 上班的时候 我只要有空 我都会回 因为我就觉得说 你们来问我的话 应该就是 有一些可能 就是皮肤问题 已经比较严重了 就想问一下 我的经验嘛 我不能给你们 非常非常非常专业的 那种参考意见 因为我不是那种 专业的皮肤科的医生 或者是那种 护肤的大大 我只是根据我自己的经验 给你们推荐产品 我也只能跟你说 我是这样用的 但你们自己要怎么用的话 还是你们自己去做功课 去找医生 所以我觉得 你们自己一定要理性的种草 理性的种草 知道了吗 就是适合你的 不一定适合别人 适合别人的 不一定适合你 就是这样的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又是